包装里的这些配件 除了老三样卡针产品说明三包卸液以外 小米还赠送了一个清水套 Type-C转接线 Type-C数据线 以及一个28瓦的快充头 小米9这次由于增加了20瓦的无线快充功能 因此小米也同时推出了对应的配件 比如说无线快充底座 车载底座和无线充电宝等等 那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个车充上明显标注了 只适用于小米9的字样 所以你们就不要想买了之后给其他手就用了 至于这个无线充电底座 虽然其他手机也能使用 但是经过我的测试 只有小米9可以达到20瓦的充电功率 而其他手机就只有6瓦 至于这个无线充电宝 它有1万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有线模式支持18瓦快充 无线模式为QR标准 最高支持10瓦快充 对了 我还拿到了老房屋的同款的手机壳 个人觉得带上还是挺好看的 那背后的这个带子 除了可以让你把手机拎起来 或者是套在手上以外 还能勉强做个支架 不过正常握持起来会很影响手感 所以这个取舍就在大家了 我拿到的这款是小米9的 全锡换彩紫配色 上手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轻薄了不少 那背面的弧度很饱满 更加的天和手掌了 手感很像是Vivo X23 不过当我看了一眼这个参数 却发现小米9的厚度 实际上是7.61毫米 甚至比之前的小米8 还多了0.01毫米 那重量是173克 比之前的小米8轻了2克 也就是说 米9虽然实际厚度没有什么变化 但小米通过工艺的升级 削薄了手机中框的厚度 使它在观感以及握感上 都变得轻薄了一些 近身正面 小米9采用了水滴屏设计 虽然左右上 三面的边框宽度 没有什么变化 但下巴却有明显的手窄 屏占比更高了一些 它采用了6.39英寸的 三星AMOLED显示屏 屏幕比例为19.5比9 最高支持2340乘1080的分辨率 屏幕上覆盖了康宁第六代大星星玻璃 那机身背面则是用了 康宁第五代大星星玻璃 这个配色我还是挺喜欢的 紫色的饱和度比较低 男女充施 另外米9还增加了一层镀膜 当你变化角度观看的时候 会映出彩虹光 而且让这个纯色的背板 看上去没有那么单调 除了外观 在功能上米9也进行了升级 灰灯依然得到了保留 在前置摄像头偏右的位置 而且灰灯的颜色也是淡紫色的 和机身这个配色相匹配 而且这一代小米 也将红外创感器重新放回来 大家可以用这个手机 继续遥控你的加价了 中框上除了锁屏键和音量键以外 还增添了AI按键 长按可以唤醒小爱同学 单击和双击是可以执行 用户之前自定义的这些捷径 这个在MIX3上就已经支持了 所以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播关注 翻一翻我以前的视频 拍照方面 小米九采用了三摄组合 分别是4800像素的 索尼IMX586主摄像头 1200万像素的长江摄像头 以及一个1600万像素的广角摄像头 这样的三摄方案 涵盖的焦段多 而且主摄像头底大 像素高 支持像素四合一技术 广角镇头优点 是最近对焦距离比更短 所以理论上 在解析力 夜景 以及微距表现上 都能获得不错的表现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实际的样张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正常主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刚刚好融占下鸟超 其实在广角模式 拍摄的画面是这样的 虽然旁边的见证物 即便比较明显 但通过后期 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的 同样在这个位置 相当长焦镜头 还可以得到这样的特写画面 所以能看到 多焦段的镜头组合 可以很大程度上 方便我们进行取景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距照片 这是我用小米9 随手拍摄的小树枝 能看到 它把枝干的细节 拍摄得非常的清晰 那放大来看 整体表现也不逊色于 华为Mita 10 Pro多少 不过 这枚广角镜头的 小米9略强于小米8 那接下来这张照片 是鸟巢体育馆内部拍摄的 这张照片包含了 座位席的亮部 暗部和天空 因此对宽度要求 会比较高一些 整体看 华为或许是受到 座位席的影响 把顶棚拍得有些发红了 那小米两眼手机 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放大看一下 座位席的暗部 小米8曝光最亮 而且座位边缘出现了紫边 那小米9 暗部相对暗一些 华为Mita 10的曝光比较适中 那广告牌的高光部分 小米8的曝光就明显过度了 丧失了一些细节 而小米9和华为Mita 10 Pro 基本表现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夜景 三款手机在拍摄夜景时 小米8明显喜欢提亮画面 小米9则变得更加的保守一些 华为Mita 10 Pro则趋于中间值 那尽管小米8的照片 看上去更加明亮 但导致暗部的细节丢失 而且噪点也更多 从东方新生界广告牌来看 华为Mita 10 Pro的宽度 是三者当中最高的 那其次是小米9 最后是小米8 那我们看一下房屋部分的细节 小米9的噪点控制 是有明显提升的 换张照片我们再来看 这张照片是我在过街天桥上拍的 光线环境比上一张明显暗了一些 这个时候Mita 9的曝光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之前一只保守的曝光突然就变了 画面是三者当中最为明亮的 那放到看远处路边的灯笼 明显是过曝了 小米8和华为则曝光正常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极限热光下的对比照片 华为Mita 10 Pro拍的照片 亮度明显是太过了 后期痕迹实在是明显 丧失了真实的影调 小米8表现最为出色 放大后细节还原最多 小米9就相对要差了一些 所以整体来看 小米9的拍照表现 仍然是没能够超过华为Mita 10 Pro 这个也不意外 毕竟硬件叉入摆在那里 那相比于小米8来看 小米9的拍照 其实是有明显提升的 但提升点 主要是不要在功能上 那画质上其实提升的并不太明显 也许是因为小米对于索尼MX586这个调教 还差了一些火候 毕竟这是一个新的CMOS 所以也没能发现出这款CMOS的真实潜能 那么不妨多给小米一些时间 至于性能和续航方面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我这里先说一说我的主观感受 后续的详细的测试结果 我会在我的微博中 以及我的B站动态里进行分享 我的这台小米9安东做跑分 大概是在36万分左右 我简单体验了几把C站长合法的荣耀 流畅度和小米8其实差不多 处理器的升级并没有给我的游戏体验 带来明显的提升 不过它的发热量确实是有所下降 续航的话 我本身是对于小米9没有什么自信的 毕竟只有3000毫元时电神容量 个人觉得这次米9是发力无限